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亮光 今天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到三十二节 我们将焦点放在十三节到二十九节 耶稣治好被鬼附孩子的故事 有些人看起来他是生病的 从一段时间开始可能不能睡 或是出现一些特别超乎自然的事情 自然的现象 可能出现不同人的声音 讲一些他原本不会讲的语言 甚至有些会口出慧言 有些人都认为说 这就是被鬼附的一个现象 而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不只说这被鬼附了 还说明这是被哑巴鬼所附了 很可能这孩子本来可以说话 后来不能说话了 在那个地区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群众当中有人回答了耶稣 他是被哑巴鬼所附了 在第二十五节 耶稣也斥责那屋鬼说 你这聋哑的鬼 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 再不要进去 耶稣也不反对他们所说的 耶稣还命令这聋哑的鬼出去 若是从现代的医学的观点 不能说话也听不到 可能就要检查身体 比较不会往鬼附的方面去想 可是我们见到经文当中有些线索 让人不会单纯的只有想到 是身体疾病而已 比如说鬼把他摔倒 他就口中流没 咬牙切齿 身体枯干 甚至被扔在火里水里 所以很明显的 他不是出于他本人的意愿 是被强迫的 是由这个外力介入的 就好像我们看过的电影 大法师的情节一样 是结果就相差很多了 耶稣一句话就吩咐误鬼离开了 那鬼要离开之前 还大声喊叫 使那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 就出去了 那孩子好像死了一半 这也是很典型被鬼离开之前 常见的一个状况 或许你以为这个世代 没有这样的事情 实际上这样的事情 不断的在上演 但是重要的是 我们要学习去辨别 鬼附或是身体上的疾病 并且要依靠耶稣的能力 释放那些被捆绑者 去检讨 我们为什么无法将 这些误鬼赶出去 就像耶稣的门徒 请教耶稣一样 主啊 为什么赶不出去呢 而不是一味的否认这样的事情 认为这不合乎科学的事啊 所以盼望我们不断的 谦卑寻求神的面 使更多人得到自由 使耶稣的名 得到掌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